本次在特区政府有效的处理下 澳门的疫情得到了相当好的控制 但也会造成一些市民生活上的不变 面对非紧急的临床或者非疫情下的疾病处理 实际上镜湖医院是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 都能够适当提供一些专科的非紧急服务 给市民摆在我们面前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每天有50到70例患者 重点是处理了一些急症患者 比如说牙疼 很多患者走过很多地方牙疼 没有地方处理 没想到镜湖口腔科还是开门的 现在我们口腔科的治疗环境当中 接触一些个钻牙 要接触一些洗牙这些操作 我们的病人他是要张大口接受治疗的 这些操作都会产生大量的飞沫 像我们车牙过程中产生的水雾 那这种情况下 强烈的水雾冲击 它就会把口腔唾液中的一些个病毒 带波散到空气中 所以现在接受口腔治疗 会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风险 怎么来预防这个呢 我们分了几集做处理 首先第一是在患者就诊前的一个处理 那我们会提前打电话给患者 看看他的这个风险如何 他有没有一些个特别的接触实体 那这些都是我们要把这个风险做在前面的 那接下来呢 是我们筛选到一些个安全的患者 来到口腔接受治疗啦 那我们会在这个做好防护的前提下 来展开各种各样的治疗 在患者接触治疗以后呢 我们会对真实的环境进行一个彻底的消毒通风 那我们进来以后呢 所有的可能接触到的一层面 比如说它的枕套 它的各种各样的器具表面呢 都会有壁物膜来处理 这些壁物膜都是一次性的 每一位患者使用结束以后 我们会全部都撤走 然后呢跟着呢 有一些不可消毒的台面呢 这些地方呢 我们都会用和标准的流程的一些个消毒水 来进行擦拭 来确保到整个环境的安全 这个疫情出来以后呢 有一些医生啊 有一些姑娘啊 家人分开了 很多人都 就是自己一个人住在这个澳门 但是在现在这么一个大环境下呢 我们觉得这种牺牲真的是有必要的 因为我们要治病救人 首先要自己安全 所以我们要隔离 然后我们要保证自身的安全 然后才能够帮个患者 我们才能为他们提供这方面的治疗 阿姨